好端端的骑在路上 机车被后方的车辆追撞 其实当场被撞倒在地 骑在桥上旁边的机车想要超车应急 两台车当场撞在一起 发生车祸免不了和对方谈赔偿 不过网路上这篇车祸求长文 却让大家看傻眼 破文哲指出小爱跟人发生车祸 请对方提出相关的证明收据诊断书等 但对方却用手写了一张求长表 林林总总列了一大串 从车祸的衣物到请假的工资损失 还有脚踝粉碎性骨折 附件求长费用就要六十万 更夸张的是只有两张车损照片 机车估价单零件却列了一堆 质疑合理吗 机场老板建议还是要到现场 看实际车况比较准确 不过破文者说对方还要求日后有相关问题 要他们负责 直呼难道要负责十年二十年吗 底下有不少网友留言 有人说是狮子大开口 有人建议直接上法院 也有人说赔偿金额直接变年终 不过实际问律师这样说 受伤的状况是可以复原的话 那当然没有办法请求复原后 额外人老啦 或者是自然这个身体变得越来越糟糕的 相关的损害 发生车祸最麻烦的莫过于得面临 后续赔偿问题 谈不容还得走上法院 但其实人没事就是最大的外星 华视新闻林讲演陈建安台北报道